HELLO 大家好,我是旅行YJ 今天呢,我們來到了金門 我們這次要挑戰 用超級少的錢 就可以玩得很開心 花少少的錢 收穫滿滿 Yeah,我們來租車了 我們租的是這個 450一天的比較新的車 然後也有比較舊的叫400 這次我們還利用了台灣好行 以及各景點的免費導覽 做訪了京城鎮的各大景點 真的非常推薦大家一定要聽導覽 可以更知道為什麼要來到這個古蹟或景點 第一個,我們來到了菊光樓 它建於民國41年 外觀的部分是完全沒有任何改變的 原本是國軍英雄館 有獎狀或有公雞的話就會展示在這邊 台灣比較少可以看到的風獅野 獅子的頭、風神的身體做結合 最主要是幫忙鎮風的 2樓的部分介紹金門農曆 4月12日 迎城隍 他們的陣頭跟台灣不太一樣 會找很多很多小朋友坐在上面 下面是由大人用人力扛著 叫做武功座 可以看得出來這個中間這位是誰嗎? 對,馬英九年輕的時候 3樓是胡蓮將軍的生平介紹 這棟舉光樓也是他蓋的 舉光樓的意思就是把母旺再舉的精神發揚光大 這是台灣第二高的勳章 早期的話有打仗有攻擊才會有這個勳章 他也可以當成免死金牌 真的可以用來抵贅 到外面看對面有非常多的高樓 就是廈門 距離才10公里左右 雖然看起來很近但其實有點遠 我們來到了水頭聚落 是我這次在進門覺得最美的一個聚落 當時的海盜倭寇非常的多 主人就在隔壁蓋了假屋 就是為了防他們直接跑進屋子裡面 它是一個單純的門面 裡面沒有任何的房間 在大廳的牆壁後面就是別人家了 德月樓其實是一個槍樓 上面的窗口就是放槍 攻擊、防範、倭寇跟海盜的 當時這是最高的建築物了 以前的客廳都很大 房間都建得很小 主要是因為客廳是客人看得到的地方 為了顯得大氣一點 另外一種說法是因為以前的小孩很多 所以會隔很多房間 那為了讓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就把客廳用大一點 二樓的地板上還會有像這種洞口 一推側主要還是為了防盜 也有一種說法是 女生在上面可以偷看未來的老公 長什麼樣子的 這邊的建材都是跟大陸買的 因為那時候日本大量製造 外銷到大陸去 馬約利卡瓷磚就是日本建造的 它有個特色是不太會推色 所以到現在都還是非常的漂亮 來喝喝看毛澤東奶茶 特調奶茶再加58度了 高粱 一開始是奶茶味道 後面就有一個雨韻是高粱的香味 可是它沒有高粱的嗆耶 金水國小 前面有一條溪 它稱為金水溪 所以這間學校就叫金水國小 當時候的水頭皇室族人 非常的重視教育 集資了五年的時間 落成了這一間中西河壁的金水國小 這間學校算是當時非常先進的一個國小 除了男生之外 當時甚至還會讓女童來這邊就學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館內最特別 應該就是這個 紅磚的圓柱 偏偏是用那個磚塊把它砌成 就希望在這邊讀書的學生們 他們讀書的時候能夠專注 最上方可以看到一個白色的方形板 公用是狼鼠板 老鼠的勢力其實不好 它是靠前面的觸毛在感應的 爬到最上面的時候 它頂到那個白色的部分 你就會以為套到頂端 它就自動的往下 防止上方的結構就不會受到破壞 以前的金門人家都很仰賴僑惠的經濟 其實那時候也是有銀行的 但是因為僑惠的民信局 不但會帶准匯款 也會協助不適制的人寫信 所以這些服務就很受當地的民眾歡迎 當時他們主要所學的科目 都是跟之後要下南洋有關的 老師也非常注重學生們的算術 希望學生可以從商人做起 而不是做地階的勞動 明以老街 明朝的時候最熱鬧的老街 已經有600多年的歷史了 當時有一千戶的軍人在這邊駐守 久而久之就會有熱鬧的街或是菜市場 那這些房子跟路其實都有整修過 所以看起來比較新 文台寶塔 金門其實有三個塔 早期的塔就是航海的指標 那因為害怕會讓海盜更方便進攻 所以把另外兩個塔都打掉了 右手邊呢 這個是我們的舊酒廠 還是有在生產 那這邊味道會比較重 因為這個釀酒那個味道會飄過來 跟店家聊才知道 放在酒廠桶子裡5年以上的才算成高 如果是裝好出廠 放在外面好幾年的那種不算 但高粱本身放酒 本來就是會變得更好喝 很多人會問白標跟紅標的差別 據當地人喝起來其實差不多 但也有人說有差 紅標特別之處 為了讓觀光客可以買到 真的只有在金門買得到的高粱酒 因為白標台灣就買得到 宅山坑道 這邊也有母彎在舉可以合照 可以拍照一下 一進去右邊 它早期的話是一間一間 掌寬才能住的房間 一般的阿B哥就是在坑道 鋪在地板 非常的辛苦 屋季的話會非常的潮濕 必須蓋著雨衣睡覺 每年的9月會有坑道音樂節 音樂家會在船上飄來飄去表演樂器 蠻淺的一公尺而已 但是它會倒映 所以你會覺得很深 他們福利社的一條跟藥膳蛋 我覺得它是一個蠻好吃的茶葉蛋 但它是一個蠻濃郁的香香的 台灣好心 搗爛蠻不錯的 還蠻細節的 也很深度 但是比較趕一點 我們要吃金門的廣東粥 跟台灣本島的不太一樣 金門的廣東粥是廣東的母米粥 就是它有點像米湯 油條我真的很喜歡 就是它的口感蠻特別的 跟台灣本島的也不太一樣 有點像甜甜缺的口感 很特別的是它完全不膩 而且很好咬斷 沾湯吃 哇吃他們周登的很像在喝湯 我朝思暮想的金門鍋貼 整鍋下去之後就會再撒蛋汁 所以會有這些冰花 我覺得真的要加一點醬油跟醋 才能把那個肉的香體味出來 它本身沒有什麼味道 就是蠻原味的食物的味道 為什麼我覺得以前比較好吃 現在就是好吃 但是沒有那麼驚豪 厚浦總冰署夜間導覽 它是免費的 晚上七點半前去登記就可以參加 導覽員非常的厲害 會在這附近參觀超多景點 這個厚浦小鎮大概從97年 暑假的時候就開始了 所以到現在大概有12年的一個 這個講解活動 這個每天晚上呢 7點半到10點 大概全程兩個半小時 我有點期待 因為聽說有點像台南的問題 因為這邊的牛是 是高粱九招長大的 哦 哎呀 跟台南的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台南的是 進去刷它會更嫩 然後這是比較厚一點 沒有那麼濕潤 我覺得偏真的比較像金門扭肉乾 有點像 我真的覺得 很有趣 其實我覺得外島 像金門跟馬祖都很值得一來 因為大家都很親切 尤其是金門的觀光做得很好 到哪裡都有導覽 都可以視線打電話去問他們 固定導覽時間 或是比較多人的話 有一些也可以直接帶你導覽 而且都是免費的 我覺得很讚 很有趣 記得再訂閱我們的旅行外見 因為還有更多 第二集的環島金門 別的城鎮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